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下面我们讲第四章处理问题 处理问题要讲一讲 禅修就是会遇到一些问题 每个人都一样 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唯一绝对可以肯定的一件事 是你也一定有份 处理障碍是最重要的技巧 就是采取正确的态度 比如说第一天就讲态度 正确的态度 困难与障碍是整体修行的一部分 这些是不可避免的 也是可以被拿来利用的 它提供我们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就是困难和障碍是我们修行的一部分 就像你开车一样的 代表你这个开车就是一支线 就宽敞大度 你这样开的话 你的开车的技术永远无法提升 只有开车的时候给你弄一些 险境 坑坑洼洼洼 或者是路上有不同的障碍 那么这样才能提高你的技术 修行也是这样 你没有障碍和困难 你是不可能提升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这是佛福尔加持 锻炼我们的 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欢喜 面对顺境的时候我们反而更加要谨慎 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 那顺境来来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陷阱 就磨来诱惑你了 把人诱惑到陷阱里去 我们之所以陷入生命的泥沼中 那是因为我们不停地逃避问题 并追逐欲望 禅修提供了一个实验的环境 在那里我们可以检视这些症状 并且找出对峙的策略 各种在禅修时生起的问题和麻烦 都是可供探讨与应用的素材 没有一种快乐 不是夹杂某种程度的痛苦 这里说得很清楚 任何快乐都是夹杂某种程度的痛苦 也没有一种痛苦 是完全没有快乐的成分 生命就是快乐而以痛苦的综合体 它们学术并进 禅修也不例外 你会经验到好时光与坏时光 你会感受到狂喜与恐惧 这是必然的 你在禅修的时候会经历好的感受 不好的感受 你的过去深重的 所有的那种不好的情绪都会回来 那需要你的超越 特别是修行的时候 你过去是犯过病 那你修的修的精神病又回来了 这是好事只帮你消业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修的修的出问题了 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 对他个人来说正好消业 原来就有这样的案例 修了修了开始犯病了 其实他原来就有这个病 在我们这里待一段时间 好像是疯疯癫癫癫的 但是他出去以后好多了 就是比他来之前夜消了很多 精神更正常了 更好了 当然他是要离开 离开以后他就好了 所以说你们修行 修到就是非常郁闷的时候 最好是出去走走 离开到别的道场里去住住 我觉得是很好的 还有帮助 原来你看那个 你们都知道的 他特别精进了 就翻业章了 然后把他签单 签了几次单以后 现在好得很 上次我倡导大家学奴仆观 他是他最积极 天天背个奴仆的牌子到处做事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你们有些人碰碰不得 说也说不得 一点都没有进步 天天在那里听啊听 没什么进步 有什么进步 完全都放不下 就是法都听了都没有修 你看原来看上去最差的 业障最重的人 现在反而修得很好 你们这些自以为是傲慢的人 反而不一定能够有什么大的进步 老是在这个原地打转转 你傲慢啊 放不下你自己的傲慢的心 明天叫你做奴仆做两天 你试试看 你做不了了 做不了说明你很差劲 你很差 那做不了 菩萨嘛 要像奴仆一样对待所有的众生 你做得到吗 做不到你就要去 那就说明你很傲慢 你知道自己很差 你要知道自己 你就没有什么傲慢的资本了 他也是经历很大的痛苦过来的 原来也是傲慢的要命 傲慢鬼 原来也是这样 他知道自己很傲慢 然后慢慢的他自己知道去对子 他很精进 他就唯一的优点就是 对师父还有信心 我这的话他早就完蛋了 就是因为他还有信心 所以说他怎么出去在外面转啊 这里跑跑那里跑跑 反而进步很快 虽然在外面 但是法他一直在修 在外面呢 他就会生起一种欢喜性 为什么呢 他看到外面的人没有法修 他就生起了一种随习自己的心 不管怎么样 自己还是幸运的 自己还是很幸运 有师父有法 虽然自己比较差劲 他也比较心态平衡 马上修法相应了 精进了 不出去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江湖险恶啊 所以说有些外来参学的人 在外面经历过很多事情的呢 他就知道 或者来学法 法案也是很相应 你们呢要想 是出去啊 叫你出去不是坏事啊 是叫你去锻炼啊 法学的很多 但是没有修 遇到一点事情就生烦恼 修行人呢 要经得住各种考验 不光师父说你 就任何众生说你 你都能够 灌自己的过失 不是灌别人的过失 那可能说你的时候 你就说好对 是吧 自己 有则加免 无则改 听懂了没有 有则加免嘛 有就说明你关到了 要随喜一下自己 你要说无则改之 无就要改 你要说自己 你要说你没有过失 那你就麻烦了 你觉得自己没有过失 那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们就说的相反了 有则加免 你要觉得自己有过失 有问题 就好办 就有救 你觉得自己没过失 你就完了 所以是无在改之 你无 改要改成有啊 是吧 修行呢会经历很多的痛苦 恐惧 忧虑 代表你原来有忧郁症 那你肯定 修着修着忧郁症 又会不断的来清洗你的 啊 你原来有狂躁症 修着修着狂躁症 又会犯出来的 虽然没有那么严重 啊 但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是 都是找了魔的 是吧 每个人都有我之魔啊 都是我们都是 被魔给控制了的 啊 你不修行的 哎魔就 修行是很苦的 对吧 你要跟自己的习气做斗针 对吧 你不修的时候 那个习气都不来 一修那习气毛病 钱翻上来了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不听话的人 表面上是恭敬师父啊 师父啊 我对你有信心 事实上都不听话 那演大师就这样 妙大师啊 我叫他不要在这里修什么 是吧 是吧 壁骨吧 他就要修 好像是有信心 但是呢 师父讲的话都不听 你那个不是恭敬 你那个叫 事实上是在 演戏给自己看 嗯 就我们是很狡猾的 是吧 你以为你有那个智慧 是吧 抓住这个我之吗 我之比尼秋还狡猾 啊 划得很难 你抓不住他啊 他用便意的方法 就像那个 白骨精一样 他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来 啊 变得好像很仁慈 很友善的样子 啊 他的圆形你看不见 白骨精的圆形 是很难抓住的 他都是变了样的啊 变成很很好的样子 这个我之也是一样的 这个我慢性也是这样的 啊 他都会变异的 啊 原形你往往观察不到的 你没有那个智慧观察 你没有像孙悟空的 火眼睛睛是吧 看到他的原形 哎 唐僧就不行了 你看唐僧一看 哎这个好 是吧 腰筋来要吃它 他都不知道 没有智慧啊 谢谢 我跟你心 感谢观看